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我們來到油堂 會介紹婆婆廚房 婆婆廚房是銀杏館其他一間餐廳 銀杏館請很多長者 讓他們繼續發揮自己的所長 所以婆婆廚房有很多長者在幫忙 而這間餐廳標榜沒有味精無添加 所以食物比較健康 而且價錢不太貴 幾十元除了一個餐之外 還有一個簡單的沙律巴可以飲食 其實性價比較不錯 所以我們今次去看看食物質素如何 要去婆婆廚房我們在油堂站A1出口出 出來我們先向前行,不用入商場住 走到尾轉左手面 會見到一個比較隱蔽的升降機入口 之後我們就坐電梯上去頂樓 上到天台後我們就走出去,右手邊就是這樣了 我們這種行法就比較快些 如果你喜歡走商場在裏面慢慢上去上去都可以 婆婆廚房標榜就是 小鹽小糖小油 健康加上小菜 無添加無味精 選用有機食菜 它本身就有個有機的農場 種植100%新鮮的有機蔬菜 應該很多網友是喜歡的 剛剛進到餐廳 我們大概是11.8就來到餐廳了 想不到這間餐廳的生意都相當不錯 它這間餐廳主要分了兩個地方 室內和室外 其實室外的桌子比較多 現在11.8的時間已經是坐了 不過每桌大約都有一兩個客 因為現在是限聚領 其實在外面的位置都不會太曬 因為有些很大的太陽傘 基本上就全部都是遮密曬的 所以在下面吃東西其實就不曬 反而竟然是會有少少黑的 裡面都有四張桌 現在就坐了兩張桌 其實遲少少來都未必有位 銀行館就是香港一間社企 他們會聘請很多長者來工作 讓長者可以重新投入社會 作為世界一個很長壽的城市 其實香港很多長者相當有能力 如果是60歲、65歲就退休 其實就相當可惜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以重新服務社會 是對大家都是好的 正如外婆婆的廚房 很多長者會做一些很健康的食物 我們平時都可以吃到一些 沒什麼未精的東西 我覺得這種想法其實對於大家都是有幫助的 我們來看看它的菜單 午餐套餐免費贈送 任食健康沙律巴 還有就是天然的健康飲品 今天我見到就是羅漢果茶 另外可能大家都很喜歡的 就是愛心寶健素湯 之後就是白飯飲作 不過它的白飯好像有少許特別 稍後就再講 除此之外積磨咖啡都是任飲的 所以其實性價比都相當不錯 食物的款式其實就非常之多 比我想像中多很多 分了很多類的 這一類就是雞鴨類 之後就是無激素蛋、有機豆腐 後面還有很多乳肉的套餐 這些就是豬肉的套餐 最多的選擇就反而是素食套餐 這次我選擇了梅菜扣肉飯 55元而已 我先拿了一杯羅漢果茶 這個羅漢果茶真的挺好的 喝到挺明顯的羅漢果的味道 喝完之後喉嚨真的舒服一點 沙律那些是一碟碟的 我先拿了粟米和番茄仔 粟米有一點點甜 挺爽口 味道挺好的 番茄仔挺新鮮的 很多汁的 不過汁味道淡一點 我看的菜的樣子不算特別漂亮 大家可以自己再加一些沙律醬 我看的菜的樣子不是很好 但吃起來很爽口和新鮮 特別它的千島醬好像是溝氣了一點 吃起來的菜道我覺得就反而更加配合 中湯就是一個素湯來的 中湯就比較清一點 看到裡面的料不是太多 它的味道也會淡一點 因為這間餐廳吃東西比較健康一點 小糖小鹽小油 所以很多東西味道都淡淡的 這些梅菜扣肉份量都OK的 都幾多下的 白飯就需要自己出去裝 現在我們出去裝碗 餐廳的白飯就混了好似少少紅米 飯就比較硬一點 而紅米的口感就更加硬一點 所以這碗飯是偏硬的 雖然這碗白飯就比較硬一點 但它的質素也不差 梅菜扣肉本身顏色會比較深一點 不知道大家看不清楚 它的肥瘦比例就真的很不錯 肥瘦肥瘦這樣 剛剛我數過 總共有三大件梅菜扣肉 梅菜的味道不會太重 但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醬汁會比較鹹一點 用來拌飯應該是挺好的 白飯拌了梅菜扣肉的醬汁之後 味道真的挺好 梅菜扣肉的火牛煮得相當不錯 上面的脂肪基本上入口是即化的 不過下面的肉就沒那麼軟 第二件梅菜扣肉的肥瘦比例也不錯 不過會偏瘦一點 我們有說過一句 第三件梅菜扣肉就真的非常肥 整體而言我覺得梅菜扣肉在脂肪方面就很不錯 入口即化 肉就比較硬一點 肥瘦比例就見見各有少少不同 梅菜又相當好吃 醬汁不錯 用來拌飯就相當好 現在我們看到這張收據 這餐就很簡單 梅菜扣肉飯55元 連近碎晚很多餐廳都有這個盆菜 他們都不例外 分開兩樣東西 分別就是好好分 好好分裡面有很多雞、鴨等材料 另一個盆菜就是素菜 如果想吃素的朋友就對了 因為銀杏館是一間社企 所以我們都幫它宣傳一下 吃完全餐我們到商場做個總結 其實我覺得婆婆廚房的食物其實挺划算的 而且食物質素都挺不錯的 尤其食物就很健康 再加上它有一個沙律巴 不過沙律巴的食物就不是很多 但它中湯、羅漢果和咖啡就任喝 白飯任莊 所以絕對對得起這個價錢 而長者的服務反而更加有心機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最後我補充一點 就是我覺得作為社企來講 婆婆廚房真的做得很不錯 因為婆婆廚房價錢不貴 質素又不錯 而且又沒有味精那些 所以就算它不是社企 我也覺得值得推介 何況它還用一間社企 是幫助很多長者重新投入社會裏面 所以我覺得這間餐廳值得大家來試一次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